最後一節回來 我拋個球給卓索 卓索 這節我們講什麼 我覺得要講一下枝磚的課程如何吸引到 有新課程 是不是叫全新的新課程 還獨家 其實有兩個 第一個關於藝術科技 這個特首施政報告特別點名 香港要發展成為藝術中心 文化交流的中心 而藝術科技是一個很新興的行業 透過科技如何令藝術有新的演繹 現在很多沉浸式的藝術表演 這方面我們開了課程 另一個也是有關係的 我們叫活動展覽及表演場景設計的高級文憑 簡單來說 剛才說的吃喝玩樂 你都要有人設計一些東西 例如今天有一個動漫展開幕 其實裏面有很多設計的東西是要人做的 而一直都沒有一個專門的課程 原來沒有的? 沒有的 香港沒有的? 以往做這些從業員 很多都是讀產品設計 讀室內設計 又轉了行去做這些活動展覽 或者舞台設計 其實香港演唱會又回來了 還有那些展覽很厲害 現在回展其實已經爆了 其實除了回展 你每個星期行商場 很多中庭 其實都是我們的舊生設計 很多都是 你看時代廣場動隻機械人出來的 都是活動展覽設計 但很多朋友就不知道原來有這個行業 也不留意有這個行業 其實那個生意額大得很交關 但他就跨幾屆 他可能有跨譬如產品設計 跟著那個項目的運營 可能還有其他 中間展覽的拆展 怎樣講故事 常常說好香港故事 怎樣講故事呢 其實就是這個課程我們會教的東西 這兩個課程就是今年九月開班的 是這個意思嗎? 其實我們開了好幾年 這些是新式的課程 是比較新的 還有本地的大學都沒有這些課程 但又不用擔心 可能這家長讀完高級文憑怎麼辦 我們跟一間海外的大學 已經銜接到 我們在香港開了大學學士學位的第三年 他在香港讀多一年 就可以拿了學士學位 其實參加或報這些課程 是否都是比較搶手 也是的 因為正如我說 外面沒有的 尤其是他們就業真的很搶手 因為每年會展的朋友 林畢業就來搶人 剛才我說有一個世界冠軍 做儲商設計 就是讀這個課程 現在已經在上班 厲害 即未畢業都可能被人簽了 會呀 還有讀這些就業保證會好些 讀完很容易找到工作 職業技術的教育 好像上次的嘉賓也是這樣說 薪酬平均可能三四萬元 比中合性大學出來的學生還高 說到這一層 你有沒有興趣聘請他們的學生 因為你美食那些 YouTube那些其實就是場景 真的失禮 我自己做回 那時候而已 我們有設計師 其實基本上用YouTube 作為一個媒介 作為一個渠道 絕對是一個很好的宣傳 剛剛去完藍沙 原來藍沙可能和香港人都不為人志 原來國家是給香港的大學生 回去跟同學分享一下 很多很多就業優惠 又或者想創業的更多優惠 無論你是工作也好 你是老闆也好 藍沙的自貿區 是給予很多優惠香港人 所以有空都可以做一些遊學團 即是自主學生可以去藍沙創業 藍沙創業也可以 藍沙創業也可以 去工作也可以 剛才也說 大陸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設計 無論是時裝設計也好 特別是建築的設計 都非常非常突出 加具 加品 很帥 真的 你看完會覺得香港很落後 不過我們也要留一些人才在香港 至少學生都優先要在香港就業 麻煩你 保留人才 特別是兩地交流 剛才說到活動場景 其實基本上的確香港市場是很爆 因為海內外的人 其實內地省市 基本上都很想用香港的場地 作為一個展銷 或者宣傳 因為這裡就是一個盒 所以基本上就是整天 到地方的人都很願意過來香港 上次有一位嘉賓都說到 香港的展覽業的人才是很厲害的 因為他們本身這一方面的見識和靈活度 應變能力是高很多 所以其實香港可能又可以成為 內地過來學習的一個地方 是的 但反過來我們香港的同學 可能又可以看到內地發展的市場 發展的潛力 是的 亦都可以用香港作為一個版圖 或者跳板 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 這麼容易 亦都可以在香港和大灣區之間 因為香港根本就是大灣區 所以基本上是沒有界線的 如果說到這裡的話 其實基本上兩位 將來都可以溝通多一點 兩位嘉賓 現在暑假就開始可以嘗試溝通 因為好像我剛剛分別昨天和今天 都是帶了一些香港大學的參觀團 昨天就是香港大學 今天是中文大學 都是一些內地的學生來參觀 其實我覺得學校的這些遊學團 其實已經可以作為一個很好的設立點 因為我們兩班都是用本地的學生 即是那間學校的學生去 作為一個導賞員 作為一個導賞員 對 那不是給他們多些交流機會 沒錯 給他們多些交流機會 可以加上資專 譬如假設我們去資專參觀 找資專的同學做導賞員 既可以介紹多些學校 他們更加認識 同時可以賺到一些生活費用 所以是一件多贏的一件事 內地的同學過來參觀 他們都可以了解得更加深入 是否有學生做導賞員 還是真的有專門導賞員 我們每年都有一些計劃給同學參與做導賞員 我們會給他們一些訓練 譬如我剛才說的每年有很多不同的展覽 我們就聘請這些同學 好像做兼職工作 他們就可以幫忙介紹一些展品給參觀者 其實剛剛說上個星期 也有一團內地團來參觀我們院校 有一個牽頭的香港演藝學院 帶了一團內地做這些表演行業的朋友來參觀我剛才說的課程 活動展覽及表演場景 是否就是3D到時VR展示 我們有一些展覽 其實如果你上我們網站過去我們舉辦的展覽 有一些是360形式記錄下的 我們都知道現在一個展覽始終有個時限 其實就拆掉它是很可惜的 所以我們都立體掃描了 放在網上你可以參觀 即是我們現在基本上可以上去看 可以的 有一部份展覽已經是這樣掃描了 放在網上 哇 這樣真不錯 以後的IND你們都可以這樣掃描一下 用360的方法來掃描那個 駱駝那個怎樣燒 有啊 駱駝一架三百六十度鏡 駱駝那邊玩的 真的是360度拍攝的 是的 是的 我們今天都很豐富的 的確發現其實無論什麼的嘉賓坐在一起 其實基本上都會困到好竅 今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希望下星期再次和大家再見面再講其他話題 拜拜